24號下午4點 縣長黃堅廷與北南鄉長吳馨毅等人 再次前往視察北南鄉溫泉村溫泉路30多戶遭土石侵入造成傷害 災後清理的情形 現場國軍弟兄協助鄉親清理家中的汙泥 北南鄉公所也出動清潔隊人員進行灑水清潔及消毒工作 小區也要控制住這個天村時間 然後在這邊也是重 所以我們去這邊就大家公平住過這個難關 任何人遭遇到這樣的狀況大概都會覺得很難過 我們也同理心我們實在是真的看到我們這邊的村民遭遇到這樣的狀況 我們心裡也都覺得很難過 所以我們會盡我們全部的力量來協助 那也感謝國軍可能這樣的工作還要再持續幾天 那同時這個階段我們真的非常感謝在地的中越 中越飯店跟雅莊天巴洛餐廳 在這個階段提供給這20幾戶的村民他們暫時的居住 跟這個每天的三餐這樣的義務的來供應 這個我們非常感動也非常感謝 我們我也希望我自己來努力也來爭取一些民間的資源 因為政府的救濟的這個部分有明定的一定的規定 那有一定的額度 不過我看到這個我們的村民很多裡面的家具大概都壞了 那個大概沒有辦法不可能再清理 可能未來要恢復他們正常的生活的運作 可能還需要添購一些新的東西 那我們也想辦法從民間來匯集一些資源來協助我們這些村民 那在這個階段我想我們就全力先把精神焦點都放在這個家園的清理的上面 我們剛剛也已經開始做一個消毒的工作 這個消毒工作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個大雨過環了以後 台風過了以後 這個消毒工作你務必一定要先行把它處理完成 這個是目前手中的一個工作 那以上呢希望說在這個兩天內能夠把它完成 縣長表示縣府會向中央爭取淹水防射補助 他個人也會運用關係來向民間爭取資源協助災民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早日重建家園 東南新聞 陳進雄 北南鄉報導